今天我們就來做一些練習 這裡有個1歐姆跟2歐姆串連 然後呢 有接在1.5克的電池上面 求每個燈泡的電流跟導線 就是所謂的總電流 然後呢 還有它每個電子旁邊的電位差 好 我們解法很多 我說過解法很多種 我現在教你的解法就是 它是一個串連電路 所以總電流就是分電流 搭電流通通都一樣 那如果你想求總電流就要帶什麼 就要帶總電壓 就要帶總電阻 那串連 電流怎麼辦 加起來 所以容易算 總電流就把它加起來 9歐姆 3歐姆 那3歐姆呢 就是總電阻 然後帶進去公式叫V的IR 總電壓 總電阻求總電流 所以算出來0.5安培 總電流0.5安培 分電流也都是多少 0.5 最後面這一步的左手邊 是利用V的IR 所謂的歐姆定律算的 右手邊就是利用什麼 並連串連關係 串連的時候電流都會相等 這樣做出來 然後呢 請問你 每一個電阻旁邊的電位差 也一樣嘛 還是一樣 V的IR嘛 用這個電阻的電阻 用這個電阻的電流 就可以求出這個電阻的電位差嘛 誰帶進去 算出來1歐姆的是0.5伏特 2歐姆的是1.0伏特 你當然也可以用比的方法 就比出來也OK 只有如果你會 你懂你明白的話 你用比的方法就比出來也OK 沒有意見 所以方法很多種 看你喜歡就好 看你能夠確實用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的力提09 接下來是幫各位做練習 練習13 請問你 2歐姆兩邊的電位差 上面2歐姆 電位差總共是22伏特 2歐姆兩邊的電位差 還有 2歐姆6歐姆4歐姆的電流 每個電流 2歐姆的電位差 好 你沒有辦法直接帶啦 如果沒有下面的6跟4就是22啦 就是總電阻 但是現在有下面 那你就要去做 一個是用比的方法 一個是去帶V點IR 可是你沒有I 你沒有I 你要想辦法求I 或什麼之類的 好 請問你 2歐姆兩邊的電位差是多少 好 2歐姆兩邊的電位差 如果你想要帶V點IR 你需要I 題目裡面沒有I 你要求 那個I就是所謂的總電流 總電流要用走位的總電壓 就要用總電阻去求總電流 OK 要用比的 就是前面一塊2歐姆 後面一塊4歐姆 那麼這兩個 電壓會幾比幾 然後你就要拆一拆也可以做 看你怎麼想都可以 都可以 看你覺得應該多少 好 你覺得應該多少 2歐姆的電位差應該多少 電位差是什麼公共 就是電量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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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行為 7 7 7 你有答案嗎 4.4 10 你跟我講你不知道 4.4 你們說 以下有人在報4.4 2歐姆的電壓要用2歐姆的電阻 或者2歐姆的電流 2歐姆的電流就是總電流 總電流要用總電壓跟總電阻去算 然後呢 因為每個電阻都告訴我了 所以我就有辦法去求所謂的總電阻 總電阻就是6跟4並之後再跟2去串 64並 4分之1加6分之1 倒過來 2.4歐姆 再跟2歐姆串 加起來4.4歐姆 你那個4.4是總電阻 不是你我要的答案 然後 有總電壓總電阻就可以求總電流 算出來 5安培 5安培 然後 有了5安培以後 就帶 2歐姆的 用2歐姆的電阻 用2歐姆的電流去求2歐姆的電壓 所以答案就是10不特 所以這題答案10不特 接下來 2歐姆6歐姆4歐姆的電流多少 你剛才已經 第一小題等於不用算了 已經算出來過了 第一小題已經不用算 為什麼不用算 剛剛已經算出來過了 多少 5安培啊 就是剛才講那個啊 總電阻 我們前面已經算出來過了 我們前面已經算出來過了 總電流就是5安培啊 2歐姆就是總電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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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是 你先算出2歐姆的電位差 就可以曉得 6歐姆跟4歐姆必能的電位差多少 有電位差 有電阻 就可以求電流 還有方法就是 5安培流過來 分兩條路 一條進6歐姆 一條進4歐姆 電壓一樣 所以 電流跟電流成什麼比 比一比答案也可以做出來 看你要怎麼做 都可以 4歐姆的電流多少 4歐姆的電流多少 今天要找一位帥哥有嗎 29 2 答是2 答是2 答是3 2 你答案是 2 你做 你相信是不是還到不相信成都 4歐姆的電流叫做4歐姆電阻 4歐姆電壓 並連之後電壓一樣 再跟2歐姆串聯 所以2歐姆電壓跟4歐姆電壓 它家裡是總電壓 然後所以呢20-1012伏特 我剛才算是10伏特對不對 所以我就知道它是12伏特 然後有電壓有電子就可以求電流 有電壓有電子就可以求電流 V等於IR V等於IR R等I分之V 所以算出來3安培 如果你已經知道3安培 現在已經變得非常簡單了 就更多 除了用剛才的那個方法 算用電壓用電阻去算電流之外 你還可以用碧連串連攻擊就知道 下面一個6伏特就多少安培了 就會知道下面有多少安培了 我們應該找一位可愛小女生 這幾號 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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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不曉得 請坐 我猜3 巧克力要給我 我們可以這樣做 給我 剛才已經知道了 我有電壓這12要算出來 就是2 還有一個方法知道 還有一個方法知道 這兩個併連 變成總電流 併連總電流是分電流相加 總電流5安培 下面有一個3安培 另外一個多少 2安培嘛 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我要說 算到這裡的話 步驟的包圍更多了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2安培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13 再知道你去熟悉 我們如何去求出 東西的電壓電流跟電子 OK